二局上半场地图是月亮和公园 城市这边的话破轮被搬掉 第二手雕刻家 这里ZQ选的 这套阵容看上去不是特别能打 不是特别能打单前锋配先知 但是这套阵容它的一个保平能力其实蛮强的 因为整套阵容它的一个修机速度很快 三个对吧 没有debuff的一个修机点 然后配一个前锋 你前期追特别是前期追昆虫不行吗 前期追先知是先知是小铁 你前期追个入练师 入练师它能自救 要赢的话我觉得只能赢一手 就上来撞点入练师 它的灵鹫还不能拉点拉开的那种 这种把它秒在灵鹫旁边的 可能赢面会比较大一点 这边进到鬼屋 小铁二楼 铁上这边还蹲了一波 应该是用一个慢翻取消一个爆点 再往回绕 橙子应该是一个底牌挽留 这边雕像一下夹中 那继续翻吧 翻完以后可能就要 继续在这个点绕好了 我觉得它这边是想拉点 拉到那边去开车也行 拉到那个位置 起点去开车的话呢 这边就有一个可能性是雕像一波 对雕像一波 好这里再封口 封住啊这边你必须要浇鸟了 鸟一浇你开不了车 其实这个位置的话 当时我觉得它就再进鬼屋 就倒在鬼屋其实也可以 倒在鬼屋的话前锋 这边可能待会闪现一刀 打了一个震慑 这样的话存在感非常多啊 这把给到了48%的一个四抓率 非常高的一个存在感 因为这边的话等于说是 打了四段存在感 差一刀到二截 先知鸟也给出来了 前锋被通缉到不太好救人 不太好救 鬼不太好救 但是还是得救 因为你被通缉到 你不被通缉到 你还可以选择不救 你被通缉到了以后 你不救我这边追着你打 对吧 坟场一头就来找你麻烦了 对于Z客来讲 这个局应该是没有任何真胜面了 这个局没有任何真胜面了 因为最脆弱的一个先知被找到了 然后这把的话 橙子是没有给到小铁 任何的操作的可能性啊 非常果断的一个闪现 魅克 入联师被看见了 有一说一这把 穷着这里打的前锋还真不救 就拉开 我就拉得非常非常远 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压住这个前锋点呢 最好投坟场去找谁呢 找这边的昆虫 或者是找入联师会好一点 你要追一个前锋嘛 这边前锋 一时半会的处理不掉 击倒的可能 击倒的可能会有点慢 但是这边二阶了 还有一半球 还有一半球 外面的机子一台88%的能点掉 还差两台 机子不太够 这机子不太够 然后这边如果真的能够瞬间把这前锋给秒了 橙子这把的迎面还挺大的 因为把这前锋秒了 外面来救人就很难救了 特别是如果这边能够顶住一个口子 他这边是选择转火来找昆虫 前锋的球耗尽了 这前锋是个 相当于是个白板 没有突破一个防守的能力 并且他是个半状态 我这边过来把这个昆虫给秒了 压住这边的遗产机 这个是有迎面的 一刀昆虫 这边收走 这昆虫好像是被收掉了 收掉了 收掉10秒钟传 传送已经CT好了 这边的话是摸好 你还别说这把还真的是有机会 这边先打一打 然后打残了也好 打倒了最好 打残了也行 然后传送过去到那边 但这波其实我觉得他可以追手这里的昆虫学者 把昆虫学者打残了最好 打残了以后 这昆虫学者外面补击 其实很麻烦的 这边想秒 还有一个雕像 好 这边一组雕像 能不能秒掉 能不能秒掉 这边雕像 你 你走 我补 雕像一波推 没推到 没推到这边 打一刀 前锋想开车 前锋开车 逼走 但橙子这波节奏追的不是特别好 他的节奏没有把他的节奏压下来 穷者这边慢慢的反而是把时间给拖了下来 虽然说橙子还是很有机会能多抓 但是这波免得秒掉 见前锋 其实我觉得刚才可以不要这么快的传 他把昆虫先给打残了 打残了有什么好处呢 待会儿昆虫就不敢休机了 对吧 我这边打残了昆虫我再传送过来 我打一刀前锋你开车好了 我慢慢再来追 这样的话这昆虫就不好补击了 现在这昆虫状态比较好 然后又来追一个有灵鹫的入炼师 慢慢的会给到穷者一个盘三人开门战的机会了 一刀打 20多秒传送 那边两个人补状态 托坟场 过来找 还差一台鸡 这里是桥上一台遗产 然后这边二战一台遗产 梅克这边直接入炼 不好说 我觉得还是有三人开门战的机会 当然城市上面 现在手上的东西很多 他有一个传送 有一个坟场 所以里面还有四个雕像 待会儿能续成六个 六个雕像秒一个人 这把我感觉他都能赢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找到 这边梅克了 好的 这边被迫上滑梯 需要 现在需要有一个人偷偷的溜到地图的对岸 去把二战的机悄悄的给点起来 因为这边入炼师如果被找到击倒的话 它是一个二挂 外面需要有一个人修的 好找到了 来这边一组雕像 能不能秒 不行 这坟场都收了 这怎么被这个雕像给秒了 不过还好机子是已经差不多了 机子已经差不多了 城市这边的话是有挽留的 看前锋 别打书名号 当时你们也不是觉得不行吗 这坟场都收了 这边开 骑着木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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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躲 雕像 砸 再补 好的 密码机 有传送 有传送 这里是有传送的 密码机是压好了的 但这个坟场交的没必要 这个坟场是误触了吧 他打出一个过量的伤害吗 要等倒地 倒地 密码机 哎 这一手亮机亮的nice 手里面没有任何的雕像 前锋在点门 这里只能追入恋 昆虫这边也点门 防一手传送 魅克 感觉平了呀 这昆虫 哎哎哎 可以了 这边吃一个实体刀 前锋门已经开了 昆虫门也开了平局 平局 应该是平了吧 这里交自棋 也跑不了地窖 前锋走了 昆虫这边也走了 入恋师 起不来 蛮可惜的 这把 因为当中其实感觉 橙子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或者当时那波 入恋师前锋来就入恋师 他选择直接传送过去 也管机子 可能也行 中间反正我感觉 这个得后面重新复盘的时候 一点点慢慢盘 我觉得中间 会有一些机会点 但是橙子这边的话 可能稍微差了一点点 没抓住 好